今天歡迎有一百萬歲的鄧清市長 已經回到提供餐點 不過因為說有的事長也不會來 主意的表 現在只有來提供餐點 也還不可以 請回家 最近中途四天 很多中途都會來到 社區多當中心 主廳要做本菜湯回去吃 上一陣子受到疫情影響 全國三個境界 各地鄧清市長都獎賓共餐 但經濟港維入境後 很多鄧清市長六十會府共餐 就有人家 好像廣東也沒人家 有人家 十五間廣東也沒人家 這樣啦 不然就 自己 自己的目標 也沒差好 不來講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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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開始跟我們公餐 現在開始 現在採用很久了 但是我們也是要讓我們的中途 食堂 會放回 吃最好 最營養的 以後 外骨頭社區來說 過去五十多位中途在這裡用餐 等五月二十六後 全國十四三個境界 天氣共餐後 很多中途在家自己煮 清菜吃 也有很多出外 怕你來問 什麼時候才會為公餐 就是怕食堂吃不到營養 已經接近八成都開張了 總共雲林縣有一百五十處的 長青食堂 那我們在這一週開始 整個陸陸續續開張 已經完成到一百二十二處 那今天最主要 要讓我們所有的 長青食堂的這些長輩 都能夠吃到熱騰騰的午餐 文廣布表示 為了配合公益 給食堂的工作 另外都要打過疫苗 這間也要超過六十多 打疫苗的覆蓋律 食堂才會回合公餐 但為了公益 不像全國的東京食堂 就有公餐讓食堂再等於除假 維持沒有共同用餐 繼續希望願意不到